你好,我是公卫护理师 今天来看看你生产后身体复原的状况 和宝宝照顾的状况 刚从医院回来的时候 比较累也比较不习惯 而且我是喂母乳 每二到三小时就喂一次 再加上宝宝尿尿大便要换尿布 根本没办法休息 有时宝宝喝完奶也换完尿布 还是一直哭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就跟着宝宝一起哭了 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 慢慢比较知道要怎么照顾 也知道要利用时间休息 但是整天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照顾宝宝 连上厕所都把宝宝一起带进去 中午只能把昨晚的剩菜剩饭蒸来吃 哪儿也不能去 只能等先生下班回来 好无聊好无聊好累哦 先生说他觉得我只是照顾宝宝很轻松 叫我要乖乖在家里照顾宝宝不要想出去玩 有时候想想就流眼泪好想越南的家 我这样动不动就流眼泪是不是就是人家说的产后忧郁 是不是有问题 建议你可以试着跟先生聊聊 或是打电话给朋友 或是越南的家人 说说你现在的状况 和请教他们照顾孩子的技巧 或是找时间 跟先生谈谈自己的状况 看有没有家人或朋友 可以来家里陪你 帮你 一起照顾宝宝 请先生放假时 带你一起出去走走 看看这样会不会好一点 有些产后的妈妈 也会像你这样 通常过几天 就会慢慢改善了 如果症状一直没有改善 建议你可以去看医师 寻求医师的协助 所谓的产后忧郁 是要经过医师诊断的 心情不好 不是爱哭 就是哦 好的 我会再试试看 真的不行 就去看医生 对对对对对对 我回头找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